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今天我们在这边开会 所以看了一个变状 然后碰到我一个一二十年的老客人 这个老客人呢 就非要我给他修一双脚 今天让大家来看一下他这个脚与人不同 他这个脚呢 其实他的右脚还是 嗯,不是那么糟糕啊 就是有点这个摩外翻 但是看他这个左脚啊 我的妈呀,这个有点像一个羊叉的感觉啊 他他他也形成他像一个羊脚一样的 就张开了,然后整个的是没有弹力的 不能归隆 然后看一下他 嗯,这个就是 当年做摩外翻手术失败了之后 这个脚完全就变形了 整个都不能动了 然后这个指甲现在是一个欠甲 有点严重的一个状态 指甲也比较,甲板也比较厚 他也可能近期的到我们这边来修理 我也给他已经修了十几年了 现在就是基本上遇到了就修啊 没遇到的话 就是我们借点其他的生物证的人修 因为他这个摩外翻的手术失败呢 导致他整个的较低的骨骼发生了一个改变 然后这个子骨这里呢 都发生了一个有脑间的一个摩擦 像这种位置如果不修的话 他就根本走不了路 嗯,阿姨其实连接不大啊 其实多一点点 好,我已经给阿姨把脚全部修干净了 包括他这个指甲啊 因为他这个指甲甲长比较厚 所以他不可能打很薄 但是他这个甲钩这一圈的话 全部已经透空了 那么阿姨这段时间就会脚比较舒服了 嗯,OK 现在呢我们经常也看到一些医生呢 在做这个微创的摩外翻手术 他的成功力量大大的提高了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风险 大家做这个摩外翻手术之前呢 还是要考虑清楚 然后对医生呢,知这个经验呢 这些考察还是要考虑清楚 练习近期是想要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